前文件会主委汪金珠他变身画家 本来是用来批公文的钢笔 现在成了作画的画笔 他说在彰化现场任内 因为公务压力大 就随手拿起批公文的笔来涂鸦 但没有想到真的超书鸦的 他还画出兴趣了 如今更以钢笔画展 创了台湾第一人记录 从圣荡红到樱花梅孚画里 线条勾勒层次分明 再加上色彩丰富 让每个作品都呈现出 强而有力的味道 而这些全是出自 前文件会主委汪金珠之手 那我个人很喜欢这种 硬笔的表现方式 因为这个让我有踏实感 这从公职退下来以后 那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兴趣 把批公文的钢笔 变成作画工具 汪金珠说 以前担任彰化县长 公务压力大 看到这些花花草草 就想把它画下来 尤其这一幅樱花 画的就是它在县长 任内种的樱花树 一开始只是兴趣 到现在已经能开画展 今够年春节 还首次遗失到 宜兰苏澳的 安永新石棺展出 那在去年 陆维人家称的建筑界奥斯卡的世界建筑的陆维 那么只要陆维它就可以列入世界建筑的大权资料里面 这座建筑的屋顶有太阳能板 所以还有加上那个雨水的回收 就是再利用 那它的造明都是节能的造明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环保 而且非常节能的一个建筑 自动奇特建筑2017刚入围 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世界建筑奖 号称是其中台湾唯一已建成的民间建筑 一位是台湾首位用钢笔画展出的艺术家 再加上世界级的绿建筑做展览场地 让整个画展增添更多话题 明示新闻刘玉琦宜兰报导